趁这个机会 介绍一下新加坡有非常棒的喜剧演员 除了Jasper 还有很多厉害的喜剧演员 比如说 谢谢你的介绍啊 Miss Mo Miss Mo就是了嘛对不对 我也是你介绍的嘛对不对 啊对 现在也是因为我突然认识了李国皇对不对 谢谢给你机会 Thank you 东姐 抱歉 在她的心目中我还是新人 诶诶诶这是什么情况 李国皇竟然变成Jasper的心人了 话说回来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部剧 汇集了这么多的喜剧演员呢 这部剧名叫做瓦夫洋撞鬼 讲什么的咧 来看看剧中演员怎么讲吧 我跟你讲我那一集我看了 那个first的online 我真心觉得很会演戏 没有正常来说 你扮什么都很好看 除了做自己难看罢了 Jasper去到哪里都是恐怖片的 对啊 就有她的样子在前面做poster 已经是十八斤了啊 对啊 甚至现在也算是恐怖片 现在 看剧本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谁写的 然后就问她吧 这个剧本就用谁写的 她跟我讲 Jasper写的 我说哇 这人最怕的东西 就是把事实讲出来 我眼睛不好讲出来 我标房不好讲出来 哇我真的生气到 然后说我不要演 然后总是有Jasper的东西 我就不要演 然后坚持就跟我说 没有啦 你没有跟她一起演的 她在新加坡演 我在马来西亚演 怎么知道讲出来 我们还是一起演 所以我在这个华夫人的这个戏里面 我是演女鬼还是男鬼 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你们自己看了才知道呀 我自己都很不认 我都不知道我是女鬼还是男鬼 所以这个才是最好玩的 真的 因为Jasper写的东西 他自己都不清楚是男是女 所以我们再拿到那个角色 我都不知道是女主角还是男主角 很乱 像男的王 我也不知道我演男还是女 你 你要习惯啦 你要习惯 Jasper的剧本都是这样 Jasper的剧本都是这样 所以你要习惯 我们这个戏是不是很奇怪 男的去扮女人 女的去扮男人 所以这是一部讲 不知道是男女主角的故事 不过Jasper这次除了担任主角 还是编剧呢 不过这次挑战全程 用广东话来演我 很挑战一下嘞 我写的剧本 然后我就给了另外一个 会广东的来上译 回来我看那剧本 怎么来的 根本都不是我写的 那些白皮书啦 一堆我完全看不懂 然后我就找会广东话的朋友 一个一个字写下去 一个一个字要背 然后我写的时候我会发现到 长了一堂 广东话没有那个标点符号啊 有九个音啊 我也是会阴阳赏去啊 还有五个我不会写啊 所以最后我真的是 我一面背一面录 一面背一拍 每两句我要拍一次 Shenny第一个Tick的时候 他讲广东话 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不只是他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他讲什么 看起来真的不简单啊 不过观看卡式 就觉得一定不是普通的好笑了 所以在6月25号 大家可以通过华丽台On Demand 收看全部的集数 还在等什么 大家一起笑饭天吧 BopsUp On Demand 透过UltraBox及AstroGo App 点播